这娱乐圈纪检委王思松最近又开始对娱乐圈寻简搞事情了啊 那是点赞diss了菊静一的微博瞬间就登上了恶搜 那不过这也不是王思松第一次公开diss 那之前的王思松就公然转发并评论菊静一称作什么呢 做作的要死 还点赞过内涵菊静一整容的文章啊 那最近又点赞了一条说跟着菊静一学自夸的微博 那来自国民老公的diss三连杀呀 纵然是四千年的美女也经不起这样的蜡手摧花呀 Triple Kill 你说这都是什么仇什么怨呀 不过这王思松怼人大家也见怪不怪了啊 是上到天后王妃下到炼一生杨超越 那喷起来可谓是毫无畏惧是张口就来啊 早前是就喷过范冰冰没演技只会丑作呀 还被启名为坦星冰 但自称范爷的范冰冰还真没惯着他逮谁喷谁的臭毛病啊 当下就直接反击说什么呢 你找你的爸我干我的活我们都算是自强不息 这又喷钱你有张新宇没演技没代表作啊 不过这张新宇可没那么大背景 也没敢和王思松正面刚 那只好是忍了 那如果逼哥没记错的话呢 王思松因为啊 这个张汉点赞了一条贬低郑爽的微博 那直接把张汉是骂上了热搜啊 还转发评论说 分了手能回头说对方的那都是最渣的人呢 那你在这递死张新宇干啥玩意 你不觉得啪啪打脸吗 陈妍希也因为在神雕侠侣中扮演小龙女 被王思松看不过眼啊 那炮轰陈妍希傻姑演的不错 当然了这陈妍希版的小龙女确实有些像小龙包啊 这也是自己不争气 观众老爷们看了以后呢 也是直呼回了经典啊 王思松这爱四处点火的毛病 那真是啥时候都改不掉啊 知名女歌手爱戴呢 曾在自己微博上发布了参加朋友婚礼的照片 并配上了英文祝福 那就被王思松嘲讽说 你英文太好了 然后呢给这爱戴气的 直接配了一张lady嘎嘎树终止的照片啊 礼貌问候了王思松啊 不过呢 他还有怼人怼翻车的时候 因为开思女演员朱胜一 未入上戏时卖闺蜜 被人家一怒之下就起诉了 结果法院判赔偿朱胜一所有诉讼费 外加精神损失费5000元 那并道歉 言下之一就是说嘴炮强者 王思松在这场私逼大战中 竟然输了 还是输给了一个18线小演员呀 那简直是键盘侠借的耻辱啊 操天哪大帝啊 这是哪位天使大姐 听我出的这口气啊 最硬气的还是 魏国开腿天后王妃啊 王妃演唱会收入天价门票啊 这王思松直言说他不被做天后 还说人家可笑无知是迷信封建啊 结果那是引得无数网友群工啊 那差点国民老公的地位 就给怼下去了 你再哭啊 不哭啊 不哭啊 你不哭啊 你不哭啊 对啊 怼天怼地怼功气的王思松啊 是连杨超越妹妹也没放过 那自从杨超越C位出道之后呢 他就似乎跟杨超越是杠上 一次又一次是发文暗讽啊 很多网友至今也没整明白 王思松这闹的是哪一出 得罪杨超越不说了 你还得罪了整个乐华 你说你图啥 图个乐啊 那动不动就开四娱乐圈明星 这王思松玩的真是博弈乐虎啊 那我估计全中国的富二代加起来也没有他高调啊 三天两头就花式上热搜啊 你是在热搜买房了吗 那不过也可能现在是长大成熟了吧 现在的王思松低调收敛了很多 从最初的娱乐纪检委啊 到现在众人皆知的IG老板电竞投资人 你能想到王思松竟然有失落的一天吗 IG冠军皮肤在英雄联盟游戏上线的时候呢 王校长是亲自下场带货啊 并且一脸真诚的说道 不管我们以前是否有过矛盾 我是否喷过你 只要你今天买了IG的冠军皮肤套装 你就是我的兄弟 这句话的最后呢 他那么一说 你就这么一听 乐呵乐呵就得了 想喷就喷是该怂就怂啊 不会是狂拽线酷屌炸天的国民老公王思松啊 但是我把话说回来呢 这个做人嘛 最重要的是口上留德要嘴下留情啊 毕竟做人留一线 那是日后好相见啊 如果不是顶着万达公子这个头衔 他的形式作风 估计在影视剧中连预告片都活不过吧 还不够失败 他们将这种作风扇 这种作风扇 就算是否也能够失败了 这种作风扇 说